这一期视频我们直入主题 看看华为 Pura 70 Pro 和 Ultra 之间的结构差异 首先是后盖材质的更换 Ultra 是素皮 Pro 更换成了玻璃 后盖内侧由于主摄配置的变更 Deco 位置的伸缩机构也随之取消 主体结构布局变化不大 最显眼的是主摄尺寸变小 并且与潜望长焦互换了位置 这也是 Deco 设计有差异的原因 主板盖板的变动很小 Pro 的 NFC 线圈要略大于 Ultra 无线充电线圈 散热膜和 Ultra 完全一致 最大的区别是闪光灯排线 Ultra 的闪光灯排线粘在前往模组上 Pro 则移动到了盖板上方 排线上的配置没有变动 都是后置环境光传感器 一颗闪光灯灯珠 后置麦克风以及激光对焦模组 摄像头配置上两者的前摄完全一致 三颗后摄全部都有变动 主摄从 Ultra 1 英寸的 IMX 989 更换为 1.1 英寸的 OV50H 防抖方式也从传感器位移防抖 降格为常规的 OIS 光学防抖 可变光圈功能保留 并且沿用 6 页片设计 Ultra 可在 F1.6 到 F4.0 之间切换 Pro 的可变范围更大一些 能在 F1.4 到 F4.0 之间变动 潜望长焦和广角镜头 从外部看不出明显差异 但像素数量是有差异的 潜望长焦从 5000 万降至 4800 万 广角镜头从 4000 万变为 1250 万 光圈保持不变 两块主板均为双层碟板设计 外轮廓完全一致 上方的元件由于配置的不同略有调整 接口和小元件周围同样没有防护措施保护 芯片方面后续和标准版以及 Pro 加整合一起发 中框上 SoC 对应 位置都有导热材料的填充 Pro 的导热材料额外照顾到了外围芯片 Ultra 则是将导热材料给了 1 英寸的主摄 上下扬声器和 Ultra 的完全一致 戈尔森学 1115A 加 1115K 的组合 传感器小板万轮廓和搭载的元件都完全相同 和 Ultra 一样搭载前后两个环境光传感器 属于这个位置的常规配置 马达也都是瑞生科技 ELA 0809 规格 短焦指约模组的规格和供应商完全一致 这里多说一嘴 我看上期视频有人问为什么华为不用屏下或者超声波呢 然后下面就有评论说因为制裁原因 这纯属无稽之谈 国产的比如惠鼎科技已经有独立的方案了 副版的外轮扩 集成的元器件接口 加固金属片以及防护措施都憋无二致 C 口内侧都设有防尘防水的胶圈 规格都保持 5Gbps 速率的 USB 3.1 卷一 有线视频输出以及 18W 的反向充电也全部都在 和 Ultra 相同一共搭载 3 颗麦克风 是旗舰机的标准配置 电池都没有快拆提手 也采用单电芯双接口设计 体积略小于 Ultra 容量 5050mAh 相比 Ultra 少了 150 都来自东莞新能德 详细参数大家看图 附送的充电器也是同型号的双口单用 100W 快充头 屏幕方面 两者的尺寸 分辨率 刷新率 以及调光方式都完全一致 实测手动全屏和激发全屏 要比 Ultra 暗一点点 最大的区别是在保护玻璃上 Ultra 表面覆盖的是玄武钢化昆仑玻璃 Pro 则为第二代昆仑玻璃 相比 Pro Ultra 的保护玻璃抗刮性能更加优异 屏幕内侧的布局一模一样 触货 IC 都来自国产的深圳通锐位 中方上 VC 位置也没有覆盖散热膜 面积完全一致 但材质上 Pro 使用的是常见的铜合金 没有用上 Ultra 的复合材料 导致相同面积下 VC 要比 Ultra 的重一倍有余 最后的中光总成 两者只在细节上有些许差异 工艺和材料都采用纳米注塑加 CNC 一体成型方案 内框和边框都是铝合金材质 做细节目的字幕质在更加优传地区 在更加优优1领区的中国现场发展 十四周 自己想法 1